王老师,你看,月发王那边的西红柿装的好,愿望比越不好。这是怎么回事了?你看一下,愿望比越不好。 你看,你看这下,我们日光温室呢,在春天,不认识种番茄,或者种黄瓜,特别到了中后期,都会发现一个现象啊,就是南边,喷南边的长得非常好,我们喷北边啊,都长得,长得不好。 西红柿呢,你看没,让叶子翻卷,卷叶,发黄,我们黄瓜呢,表现,也是卷叶,小叶,表现缺钙啊,咋回事呢?就是很简单一个道理啊,我们这个植物想吸收肥料是吧,咋回事呢?就是北边的整治一个缺肥啊,它为啥缺肥呢?我们一个道理啊,只要要植物能吸收肥料的时候呢,必须有水啊,是吧? 我们北头呢,北头呢,一个靠近风口,是吧?土壤干的比较快啊,这第二个呢,我们这边后面一个后桥啊,一个后桥呢,夜间温度又偏高啊,只要偏高之后呢,这边的土壤也干的比较快,是吧? 你同时浇了水,现在我们是七天一浇吧,七天一浇,然后七天一浇,南边呢,一直有水,是吧?这七天是一直有水,我们北边呢,然后呢,四天之后呢,就比较汗了,是吧? 你只要汗了,你没有水,是吧?它有影响肥料的吸收啊,所以表现呢,就缺肥状态,缺了肥之后呢,就是凶事啊,整体缺的,就这个样子。 那黄瓜呢,是怎么回事呢?黄瓜呢,都很多叶片,它都存肥啊,但是呢,叶片存着很多肥料啊,但是呢,钙呢,吸收比较难啊,所以黄瓜呢,在那干汗的时候,手下表现的缺钙啊,叶子发觉啊,小叶,那西红柿呢,就这样啊,就不找了,你看,算特别明显,是吧? 虽然说我们什么方法呢?我们的方法呢,很简单啊,就是我们用滴罐的时候啊,冲着风口这一块,我们滴罐啊,就回过来啊,滴罐口就通过来,是吧? 这边得回过来,再到这个位置啊,风口,靠近风,北条靠近风口干的快,我们不怕,啊,我们多浇水啊,啊,我们一般的是两位的关给料,啊,就能解决问题啊,所以说呢,为啥北条不好啊,啊,长得不好啊,就一个事啊,汗的。